大家见谅 尽管能去匹配一下吧 好 朋友们 今天我们上级跟着那种 despite尽管的一次 说过了尽管那个单词 前面还学了一个spite 不管不过 所以有时候有些单词在拓展的时候呢 会出现这么一个小小的偏差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有可能会因错而定型 因错而定型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中国最敬重的一个菩萨 你们知道是什么 最敬重的一位菩萨 佛家的菩萨 很多人都知道叫做观音 对不对 其实如果你去查梵语的话 原文梵语叫做观自在 因为我们中文中说过呢 声音不是用来看的 是用来听的 所以即便是当年 玄奘法师在翻译的过程中 把它翻译成观自在菩萨 也没有把它翻译 也没有改掉我们民间 一直叫观音观音 对不对 所以在学的过程中 历史的误差在 惊人的相似 为什么观自在跟观音呢 我原来在看那个 前面中教授讲那个 大唐西御记的时候 这是百家两探 你们可以自己看 就专门输过这个问题 因为在泛语中 那个观音跟观自在 那两个发音特别相似 所以呢 从印度传到中国 这个翻译的时候 就出现音变 音变 你有没有发现 泛语属于什么语系啊 印欧语系 所以在学的过程中 我用这个例子 给你们解释一下 那个despite和那个spite 怎么拆分的 虽然中当时也没记得 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继续进行拓展 继续进行拓展 轻视 despite despite呢 我相信这个单词 很少见 很少见 但是 下面一个despite 我想问一下 同学们 这个单词 你们有没有在近一年之内 见过这个单词啊 朋友们 这是一个电影的名字 大家有没有能回想起来 这是个什么电影名 今年还上映了 有没有人看过 despite 我写出来中文名字 你敢说没看过 神头奶爸 没看过的同学在说 啊 baby的我啊 真有人知道啊 神头奶爸是 意 执意就是baby的我 小黄人嘛 也真有人知道 你看看你们 我就说过 despite 你们学的东西啊 说实话 离我的这个标准 还远一点 这个单词 还是向下的意思 但讨厌在哪呢 spi 原来这个p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省了 就变成了正 有些单词啊 我查词员也没查到的 就只好按照我们正常的音变规律 进行一个递推 所以我说过单词一定要我亲自全解析 全解析的好处是结合我这么多年一个拆词的经验 再结合拆词经验所产生的一个规律 然后把大家把这个东西总结在一起 刚才有同学发现了 那个下一个词根长得很很轻对不对 而且规律性很强对吧 那个东西是我通过经验值给大家排序的 英语单词那样排序才背的有效果 所以这很费劲的 下个单词也是 你看啊 dispicable 这个dispicable那个ic怎么来的 一样 那单词向下的baby的 这样解析词员中并没有给出完整的 因为词员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音变规律 我们的解析标准是这个样子的 有些后绝为什么绝合在一起 真的解释不清楚 因为它是拉丁语过来的 加上英文 但是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一点 比如说这个 如果它的词根中是i结尾的 那加上个ic两个i一般不并列 都是要把它顶掉的 able的形容词后 这也表示能什么什么得 所以说我给你们讲的单词呢 虽然够科学 但是不可能形成一个像数学公式一样的百变规律 那永远不变的规律 那个不太现实 连我自己都是这样背的 目前为止就是我能够生成的 最快速记忆的标准了 iSE 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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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后认 好下个单词 受清一世的 当然先看片了 重点是先看片 despiteful 开篇就有啥一首歌 稍等啊 我把截图 桌面 baby的我 这越看越有意思 小黄人 小黄人叫做minia 同学们 baby的我的配角是小黄人 虽然它后面出了一个新的内容 千万别记错 好英语 我们看这儿 叫叫叫那个叫什么啦 我放在哪儿电话电影合集 小鸡快跑baby的我的 我放在哪儿电话电影合集 那边在哪儿电话电影合集 前几个图 这个是《钟音文队照版的》吧 字幕 非彼得过 哦 夹杂了 先解个图 2011年出的 正如导演所说的 看到小黄人的第一眼起 就觉得小黄人一定会火 不光出的三部神的奶爸 还有小黄人的 个人 传记 当然了小黄人这个单词嘛 好 明年 我们将来会学到 明年那个单词的时候 自然会看到 专门们的小黄人的片 Despit for me 好了 休息一下可以了 经典的片 然后就是经典套路 经典套路 好 我们来看这一个 或者拖个哪儿了 异地熊子后队 再来 Spice 香料情趣的意思 这个单词 那我跟之前 我们好像有个类似的含义 直接放在这儿好了 这个呢 最早是种类 由汉隐身的是分别 区分 我尽可能用你们能理解的中文含义来进行拓展 这一点很重要 B 名词或者动词或者 以名词为主 把Spice 香料 这个含义呢 在很多内容中出现过 好 接下来 主办呢 赞助主办 要跟你说明 这个赞助主办 并不是主体含义 真正的含义呢 是吉兆 NU等于我们说的一个E 在左边 写错了EU 好的 Spice 看 这个相当于是 那个兆 翻译成什么呢 好的现象 吉兆 一 名凑着 那这个赞助的含义呢 并没有在词员中有明确的含义 但是呢 我们这个赞助拓展一下 我只能说可能啊 可能来自于 加料的隐身含义 很高端 下个单词吉兆 这个含义没有什么拓展的 老样子 根据我们正常的联系符 OUS 含义后阵 再来下一个 Auspiciously 老样子 先上LY 复义后阵 那为了提升速度的话呢 我们会把一些常用的单词 处理一下 马上用词根词语进行拓展 这个含义呢 这个含义呢 就不再多写了 这个但是写不 你们做笔记的时候呢 强烈推荐要完成 然后下来一个SPIC 这个PIC呢 我们要特别处理一下了 这个什么时候变成了它有洞察力的SPIC 没问题 从那个Scan过来的URL结尾的 Spectacle那个单词 还没 诶 不在这 上面一个单词 Here 这个单词 那原始单词还算比较简单 ACLE 可以视为名字后阵 这没有问题 从它 第一个单词到下面的拓展词汇 就会出现问题了 看到这样了吗 这个单词的拓展含义呢 我们推荐这样来做 到这儿 还没什么问题 ED形容字后阵 这个可以 是下一个单词 看上行了 过来 从上面那个单词 Spectacle A C L E 然后呢 它加了个AR AR的确是形容词后阵的 但是问题出现在哪呢 它那个U是怎么来的 所以呢 我们推荐记忆 为了保证所有的内容 跟我们之前讲的单词的记忆规律一致 我们参看一个东西 之前讲过的 第一个 第二个 A C L E 加 后阵 AR A C 有了这个方法之后 就可以举一反三 这个方法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是 完全是我个人的经验值 同学们 这完全是个人经验值 但是个人经验值的好在一点 就如果这个招数能放出四海基准的 那也算 看懂的同学呢 来发一个三 其他人 看懂了吗 OK 声音也没问题 YB图像有问题了 关于是看回放的 还是 看回放的同学 你没有担心 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会把所有的单词讲得非常之清楚 就好比这个单词 没有错过的单词 我依然会给你补回来 推荐集 这个方法呢 叫做举一反三 我们再次说明一点 全讲单词不是我的本意 全讲单词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正常情况下 老师应该带着学生做到举一反三 可是英语词汇跟中文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 我们学习语文的过程中 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语境给我们的 我们看的电视小说还是上的中文课堂 每天都浸泡在这么一个语境中 所以才会有现在的一个母语级的反应速度 那么英语中也是一样的 那我对这个单词的反应速度来自于我多年学单词拆单词的一个过程 所以之前讲单词的时候呢 我试过举一反三 比如说我把这个词跟词就像习老师一样 讲若干例词 其他单词回家自己拆 像这样的单词学生们就没法拆 因为这个规律呢 是我拆词拆出来的 如果我不总结 这个单词就变成词记 可以啊 典型的复合形容词后锥嘛 不管几个后锥在一起 两个以上的都要复合的 其次 词根 词坠 它有个词坠是由最后一个决定就行了 继续我们单词 AC 你看这个AC 这个AC就有特点了啊 我想跟你说是双词根 它有几个含义 这是我的记忆值 它表示尖锐的 还有一个是酸的意思 它有两重含义 我们先把它 那个酸呢 最早它指的是刺激物的意思 后来引申住酸 那你想想古人见到酸 或者尝到酸这个概念 实际上是一种味觉上面的刺激 还有一个是尖 尖 引申意 这个跟中文这个眼尖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可以确定的 后来引申意 敏锐 这边是非常敏锐的 中间I 有的词员书上呢 会把那个I列为AC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会讲的过程中 也会这样写 我讲的过程中会这样写 我会把它连进来 所以这个I呢 在这就删除了 正是因为我知道后面有这个词根 所以才能在这直接写出来 有洞察力的 聪颖的 敏锐的 所以最早的就是眼尖 眼尖叫做洞察力 这个敏锐啊 不是反应敏锐 而是眼力好 而是眼力好 你根据词根就能把这个单词看得很清楚 好 接下来 如果你知道单词 是智慧 那你要知道这个瑞智呢 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好 同理可证 我写个介绍 Ity 名字后准 写Ity 其实不地道 为什么 我说过那个I可以要把它视为词根的一部分 将来会碰见它 所以放在这 ty 名字后准就行 同理可证 下一个单词 语言简明的 那你看一个语言简明的 跟这个洞察力 其实有关联的 有关联的 非常就是明确的 明确的含义 什么东西呢 几乎都没有变 就是把那个ac给取了 然后ui 提吧 所以我们说在解的过程中 有些单词 规律性还算明显 我就直接写上它了 像这个里面那个ac怎么来的 失去的 那就不知道了 所以只能放在这 但为了符合我们记忆原则 我会把连字符给你们写出来 ity ty都属于名字后准 那个i呢 视为哪个都可以 所以呢 到这儿呢就没有什么原因了 而且你要看清楚了 这后面我连词评都没有 说明这个是6万词评开外的 好 下个单词呢 写个介绍 后又来次 形容词海阵 形容词后阵 所以刚才这个单词 我们再进行一下解析吧 简明了的 t完全 中央简明呢 在这个含义中可以看得出来 完全看 完全看到 叫做清晰 简明 建名 形式而已 下一单词同种 你一直见了 我们说在一起 合在一起的一个种族 SPECIFIC 看到这些了 没评测哈 SPECIFIC 下一个SPY 很多人都见过SPY 对不对 SPY是侦查的 推荐的记忆模式是 你已经知道此根了 SPY 看 就是观察 隐身意 监视 后来隐身意监视 这个呢 在复古法语中 有观察 仔细看 偷看 来自于这个含义 下个SPY 暗基 宿命 似乎 水 限迭软件 当然了 你得知道这个软件是Soft Wire 当然我们把软件的拆分一下 那个软呢 真正是来自于Soft 而我们说这个Wire得好好处理 大家看一下Wire的真实含义 既然叫软件 我选择这个Wire呢 我会倾向于 它 这个制品的含义 软件用的这个Wire的含义 都是制品 SoftWire 这是对于对于那种 怎么说呢 这个 虽然我是计算机软业出身 但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编程 Wire的软件的话呢 最早应该指出于 那个 软体的意思 软体的虚拟的 并非真实的 SpireWire 所以那个软件 就从 Software 由于流行到现在 Windows 包括各种软件 叫做Spire 你像我们现在用的手机 App 来自于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小心望远镜 合成词 Glass 镜子 隐身 间谍用的镜子 小心望远镜 再来间谍手脑 不用多说到合成词 Master是掌控者 简单 看出 E 向外 向哪看 向外看 看出来 就这么意思 Anti 反 反间谍软件 合成词 都写了一个 直接写出来吧 再来 外表 跟我们那个looking 有一拼 看 隐身意 外貌 括弧 参考 looking 华尔布什的 这个华尔布什的 真的是适合我们所说的 秀华尔镇头 但是外表美观的 华尔布什的 这个在中文中 一个是褒意 一个是贬义 但是 我再给你们说一下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英语中的 单词 记住 少写一个 记好了啊 对英语单词的 理解 必须建立在 实际 应用的 语境上 什么叫做实际 应用的语境上 我给你举两个单词的 含义 大家来体验一下子 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第一个要给你们 举的例子呢 单词的含义 比较 看着 看着 这什么意思呀 live什么意思 同学们 谁能给我说含义 live什么意思 离开 只有离开吗 写完之后 我怕你会感到伤感 花儿不识的 看到了吗 live离开 你查完词源之后 你才知道 那你可以自己查 那个英文词源 你查完之后 应该翻译 翻译说 这个离开的含义 它引出来的 留下 那个留下的含义 是因为离开之后 把什么什么留在原地 所以在词典中 主干含义是离开 但是将来会有一天 你会发现有个留下的含义呢 不是把它停留在原地 是把什么人抛弃的意思 抛弃 词别许可的意思 这个含义的确有留下 但是这儿没写 我写个下 留下 这个含义比较糟糕 我现在换成今天词典 也是为原因 另外一个要点呢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这是一个单词 我再给你举个例句 什么叫做看语境 将来我们会学到一个词根 这个句子什么意思 大家能不能会看一下 You deserve it 谁能解析一下这个句子 啊同学在举的过程中 不要直接把含义带出来 就那个有语境含义 You deserve it 这是什么 直接含义可以了 有没有发现这是你应得的 看语境吧 你的同事被老板开除了 你跟他说 You deserve it 第一反应活该 你肯定反应活该 因为这是不好的事情 你的同 你的 你 通过一年的努力 晋升为部门主管 然后呢 接受任职的时候 你的上司跟你说 OK Well Well done You deserve it 就是说你是应得的 怎么样 这是该你的 这是你应得的 所以你一翻译成 你应该 还是你活该 看情况对吧 所以英语学习 必须看语境 在英语中并没有说 完全的跟中文一样 华而不实跟外表美观 在中文中有明确的 如果是贬义的语境 他就不可以用外表美观 我们会说 大家要是绣花枕头 华而不实 名不服食 在中文中有明确的 褒贬含义 但反言之在英语中是没有的 在英语中是没有的 所以有很多单词 你千万记住了 在看的过程中 绝对不要出现这个类型 好 下一个单词 SPEC 还是种类型的意思 以种类 引申为这样的样本 M1我经过查完查询哈 视频名字后这即可 不要干别的 再来RESPITE 往回 往回看 回顾 暂缓的意思 这个含义的隐身比较多了 所以就放在这就好了 名词 活动词含义 所以有心的同学啊 对于这些单词最好的解析方法只有一个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完成我们对于单词的语境 语境看一句 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 词根34终于到了 它有147个单词 难度技术不高 难度技术真不高 但是我要给你们画一个东西 看这 它的变体很恐怖 它的变体很恐怖 我们来体验一下子 先不说 我少画一个 先把它画完 先看最常见的 Vis Vid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 马上拓展 有之前看过公开课的同学 也许我会拿这个词评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来体验 第一个单词 Vis 单语词根看 边走边看参观 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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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文复合名字或是,复合,观察,再来revis,revisit,再次的意思,重游,我们说故地重游怎么说呢?revisit, 故地重游,英语中它不像中文那么描述的精辟,revisit,好,下个单词advise,通知,通知报告建议,它的本身含义就是建议为主,advise,看到了吗?是临近, 可以说是向某处看,有的语法书比较认同的话就是看,从看的话呢,引申义,提出建议看法,最大限度帮你们去理解,advise,se,这个单词我们有两种解析模式,第一种解析模式呢,就是把vs当作字根,然后呢,这个e呢,作为动词后缀, 对,那第二种解析模式呢,接受劝告,看ise,如果把ise视为动词后对待机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那个vs的后两个字母是同合的,所以你把它视为整体看也可以,因为vs有始终的意思,有始终的意思,两种解渴,有了这个单词之后,现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 先写一部分吧,我先偷个懒儿,哈,同学们, 这个单词真是如你们所见,真的是非常的规正,但有一个个别的名词,我需要帮助你们短期处理一下,说到最后一个需要帮你们处理一下, 设计到一个小小的应变,好,先用拖掌环节,名词后缀表人, or等于er,名词后缀表人,两个解渴,advisor,看概率,你说er尽量使用,平衡概率, advisory,形容词或者名词后缀,abre,形容词后缀,表能什么什么的, ly,复词后缀,advised,不过这个单词应该,我并没有给出这个含义,直接加过来吧, 不过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这个单词作为它的家族成员,我可能是并没有收入进来, 碰到这个单词之后,看一下它是有没有其他的含义,好,有其形容词含义,我们写过来吧,advised, 既有动词的异理形式,因为它本来是个贵的动词,过去式跟过去分词是写一样的, 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它了,分两段吧,把含义的标过来,音标,习惯标英式英语的, 我使用尖信发音的话呢,最近有,我最近在群里面,今天吧,在群里面我还专门说了一下发音的问题, 其实在美国人看来,英式英语也是非常的好听的,当然了,还是有同学认为这个,喜欢美式的,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英式, 但是我也常用美式发音,这倒无所谓了,发音的过程中,我在想掉啊,英语听的时间越长越好,形容词后阵,也表动词的变化,可以了, 好,下一个单词,advisedly,写过来,下一个单词,vbl1已经有了,直接否定,vbl1再加上it1, 长线紧实的吧,名词后阵,没什么可说的,再来深思熟虑,名词后阵,advisedly, 这单词就是属于是,从见如流,好好考虑各种建议,下一个单词,接受建议的人,看到双写意之后呢, 马上想,他不可能三个一在一起,名词后阵,表被动,见过了,而且是美式英语中有的,对啦,如果你们想喜欢美式英语的话呢, 我记得克林斯也出了一款美式词典,这是我已经买过的,可以推荐给你们,稍后你们可以单独索要, 我不是卖词典的啊,是告诉你,因为有很多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美式的,美式英语中的含义呢,有些单词的确是需要处理的, 尤其是考图辅的同学,他毕竟是北美考试,你在准备的时候呢,请参照一个北美考试的词典, 下面一个advice,键子,advice这个单词比较常见在哪呢,涉及到我们常见的一个音变规律, 首先我要做一个拓展,叫做辅音音变,什么东西要做一个追本素缘, 比如说这个字母,音语这个字母C啊,它在音标中有两重发音,一个表示S, 另外一个就表示,写个或,所以这个S的发音,让这个C的含义,它引申出来一个等于S, 因为S的发音也是S嘛,它对应的两种,S的发音呢,如果是轻辅音的状态下呢,它是S, 如果是左辅音的话,它是Z,所以这个东西,I,S,E,它直接变成了名字后锐, 我给你这么写吧,I,S,E,名字后锐,在X的过程中,不知道是历史发展了还是怎么着, 它把那个S,E就变了,就放成了这个样子,就变成了这样的单词,advice, 讲完了,下个单词比较直白,真的是很直白,我们说是修订,修订的含义来自于反复看, 所以反复看呢,就是校对的意思,从教对再引申不就是修订的意思吗,再看一遍, 接下来老样子,拓展词汇,那么我这个单词就不再写了,我们看一下,英语单词数据的原则, 还有,我这样讲单词不是告给你,是我为了讲的不细,是告给你,从听,从现在阶段的话呢, 我们会逐渐引申到数据的标准,数据的标准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之后我们只要讲完一个核心词, 后面的单词,你通过已经掌握的词跟词坠,都可以进行迅速拓展, 表示IST,名词后锯,它一般的是,做名词是表人,如果做形容词的话呢, 来自形容词最高级,修正主义的,所以真正表示主义的含义,应该是由ISM决定的, 这是我们之前已经演过好多次了,名词后锯,表什么什么主义, 所以这些单词理论上来说,如果你B罪子做的非常熟练的话, 只是在原始的核心词的基础上,加上这些后锯,按道理来说,应该没有变化, 看到吗,同学们,所以我说过,英语词汇数据,当你掌握200个词边的时候, 今天我讲的这些前锯后锯,你们都没有必要再去看了, 只需要看到一个核心词就够, 同理合成,下一个单词,你看LY,复词后锯, IN,复定,下一个, 在线上的基础上,复词后锯, 好了,合成词, 看明白了吗,这样背单词速度会非常快, 也就是说,哪些单词适用于词, 当你的这个词根呢,就是说错了, 核心词,由词根拓展出来的核心词的含义,没有变, 所以我们可以选一个小总结, 阶段性总结, 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一个阶段性总结, 就是说,你会发现,当核心词的含义, 与它,或者与其, 家族成,家族成员,含义, 一致的时候, 所有单词, 均可视为, 叫做词缀的多重拓展, 听懂的同学, 发言一个五, 计划性总结, 当核心词的含义, 与其家族成员含义一致的时候, 所有单词均可视为词对的多重拓展, 所以英语单词, 虽然说是六万词评表, 但是你要让词根词对解析, 整成词根, 你可以算一下嘛, 我们可以大致算一下, 六万词评表, 我整下来是五百词根, 那平均五百词根, 它拓展的这个核心词, 平均下来, 我就算上十个吧, sorry啊, 平均下来, 也没有到十个, 一般到十个, 你像那个词根词三, 七百多个单词, 整下来的标准比例呢, 也就是七百对七十多个单词, 平均一比十吧, 一比十的话呢, 你就说按上平均正常情况下核心词, 就算按十个算, 它也是五千, 比如说词根, 在拓展上, 由词根拓展的核心词, 进行二次的再次拓展, 基本上就是没个套路, 下个单词你看visual, 核心词是它, 看到核心词的时候呢, 玩法就是一样的了, 比如说下一个, is名词后认, 表辅数的先, ly, 复词后认我都不写了, ize动词, ed形容词, letyon, 复合名词后认, 这一单词都很简单, non否定限制, ity名词后认, 最后合成词, 但讲合成词的时候呢, 如果涉及到词根, 我还想多说一下, audi, 拉丁词根是听的意思, 嗯, 中国最著名的一款官方的汽车, 是什么牌子, 你知道吗, 中国官方最著名的一款汽车, 谁知道什么牌子, 不是我们起奥迪耶, 对, 奥迪, 奥迪这个单词, 就是听, 引听那个动力的声音, oh, 名字后认, vizual, 不是说完了, 刚才这个五千词就是, 有些人不认识, 我再补一句啊, 五百词根, 大致五千核心词, 六万单词, 看懂了吧, 五百词根拓展出, 这写错了, 少写一个, 五千核心词, 五千核心词再加, 前缀, 词词总称, 六万, 这就是我们的拓展玩法, 拓展玩法, 所以你在做思维导图的时候呢, 强烈推荐啊, 词根, 你先画核心词, 核心词一记住, 核心词记住之后, 你说实话, 那个其他词几乎都不用记, 因为你词对只要搞清楚就OK了, 速度会非常快,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实际上实话跟你们说, 我们的总课程是八十小时, 八十小时的玩法怎么记呢, 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是五百除以八十, 平均每小时我们要记的词根是六点二五个, 那如果是五千呢, 五千除以八十, 我们每小时记的核心词呢是六十二连五个,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教你那个实际的词汇速记, 实际的词汇速记最核心的是前半段, 前半段, 五百核心词加词规, 也就是说你实际上要真正需要自己努力做思维导图, 反复拓展, 在掌握, 在其他残疑的五百核心词, 五千核心词完成, 最后再加上词词, 六百, 其实也不止六百, 我给你标个零吧, 我们将来有个高阶课程是这个数, 十万词汇速记, 十万词汇速记从词根的总量来说, 其实没增加多少, 就五百加, 就可能五百二三, 五百二三那样子, 但是总量还会增加, 比方说我把克林斯常用的词典是十一万, 十一万是单词数, 有的学生有的说, 哎, 不是二十万词条吗, 同学们, 那个词条的意思说, 除了单词还有短语的意思, 这个麻烦事情, 记好了啊,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祭词核心, 你只将去祭词五千个核心词, 所以我说过, 有的学生担心讲不完, 你不用担心那个还真讲的完, 下个单词, 你看啊, 核心词出现, 所以我们这门课的价值就是总结, 我认为我这门课最大的价值就是, 我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 无非就是两个字总结, 二十一世纪是大数据时代, 在人类的历史上, 凡是有规律的东西, 只要进入计算机时代, 个人认为都没什么神秘的, 比方说进入计算机时代, 所谓的心理学, 统计学, 财块, 金融, 都会出现一个, 人工智能超快速的增长, 因为以前因为不能够完成统计, 人脑算不过来, 所以会无法做到, 所以英语学期更是如此, 英语学期更是如此, 都是拓展, 当然有个别的单词需要你们特别记一下, 你看这单词就很简单了, ng, 更名词, 我只要搞清楚, 你只要搞清楚这个就可以了, ed, or, ln, 你都写了吧, or y, ln, 还一边了吗, 没有, 从监视, 监控, 到监督的人, 到监督的这种行为, 反正就是个这, 所以这就叫统计学, 如果说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 那么统计学则是所有学科的晋升的必备手段, 规律这个东西一定是在统计学的基础上, 所以统计学真的太厉害了, 比如说你看核心词, 这个词评是5670, supervise, 这个单词是四六级词汇, 高中阶段的我们会学一个单词, 监督监视者, 因为语境中的单词指的是家长这样的监理人, 这样的语境学蛮单词的, 你在上高中, 在上大学, 你看那个supervise, 你感觉会很陌生, 毕竟也没有词经词缀, 可是如果在高中阶段我就告给你, supervise到supervisor, 你这单词就掌握的快多了, 从上往下看, 所以我们叫做他, 仅此而已, 好, 下一个单词, 你看improvise, improvise这个单词就有难度系数了, 我不能直接告给你, 我们先跨过这个单词, 讲另外一个, 今天晚上的第一个难点, 就是从improvise完成的, 但是我先把中间的单词给你们讲了, 你们稍微先把这几个单词先处理了, pre在前, 这单词没有资品预见, 其实我们英语中最常用的预见是predict, 英语中最常用的预测的单词是这个predict, predict, 这单词你们见过吗, predict, 比较预测的, 这可是正儿不仅仅比较预测的, 你们应该是有感受吧, 在比方说这个单词还是老样子的, predict, 对这个单词是高中版的, 高中版单词预言, 预言这个单词你说你没学过, 初中版还真学过这个单, 初中学过什么呢, 你学过这个单词叫做, dictionary, 词典这绝对是初中词汇, 我初中就学过这个还是初一的, 你说查词典是人手一本, 对不对, dictionary, 那这个词典是来自于什么单词呢, 我们继续查词, diction, 再加上ar1, 名词后转, 那么diction是什么意思, 再查, 什么东西只要一总结, 都比较扯了, 你以为分散的东西, 其实都进不住总结, 一总结马上出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单词能够叫做词典, 是因为di, ctln, 我们深度体验一下, 有发音措辞用词文词, 哎呀, 这单词为什么叫做措辞呢, 是因为, 拉丁词跟dictln, 是说言的意思, 比如说言论这个含义, 隐身语有发音, 发音表措辞, 你不要用中文来想, 因为中文是汉字的字形来表意思, 因为我们叫做汉藏语系, 象情文字, 英语是什么, 是语音文字, 人家通过发音来表是意思的, 所以发音就等同于他们的语言措辞, 所以说你要用中文的一个思维来想英文, 很多英文单词都被你想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单词, prn是什么意思, 在前, 提前说过的话, 我们叫做预言, 之前已经说过的预言的意思, 那么这个在前看, 提前看到, 这不预见, 预见模式, s, 而不是, e, 动词获证, previse, 找来, prevision, 这单词在前上了, ln, 名词获证, 讲完了, 好, 下一个单词也是要记得, televis, televis, 这单词显示是二十世纪的, 因为电视嘛, 电视发明出来是本上个世纪的, 刚刚不久的事情, 所以远程, 什么叫做电视呢, 这个叫做, 电视就是将视频进行远距离传输, 所以, 现在凡是电子通讯类的单词, 我们可以说它均由是跟tle远构成, 还有类似有哪些单词呢, 我们已经讲过的, telisurgery, telisurgery, 远等等的含义, 类似于, 比方说最常见的, 扩展一下,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 那个表吧, 按照我们最先开始的那个表格, 英语词汇数据, 我给你看一下, 我还没有统计完的完整版, 终极词汇数据, 母语版的, 这个版本是按照六万标准编的, 正字还在编, 你们现在看这个版本呢, 是六万版的一个缩编版, 看我的拉丁瓷根, 开裂, 刺根远的, 这个还在编辑的过程中, 这是我的每天在做的事情, 有兴趣的同学, 我给你先给上你一组, 这还没有全部编版啊, 这刺根, 根据我的正常, 这个给我草本, 这是我的草稿, 刺根一百五十五, 还在交对中, 你们给我了解, 得胆识一下子, 远程控制, 叫做telly control, phone是声音的意思, 远处传来的声音叫做电话, gram是写, 远处传来的文字叫做电报, graph还是写, 所以他俩的意思是一样的, 搞笑哈, television, 这是看的意思, televisor不用多说, 是废话, telly view也是我们要讲的, 也是看的意思, 再来telly course, course是奔跑, 隐身一进程, 最后隐身一课程, 电视课程, cast是广播播放, 远程广播, 电视广播的意思, 还跟电影有关, 对吧, film是电视影片, 相当于是合成子, 对不对, play是有, play有播放, 它有名词剧本的意思, 电视剧本, 简称电视剧, script是我们之前写过的, 是写的意思, set有设定, 有部件的意思, 这个就是指的电视机那个部件, 传到图像的, tele set, 再来telly paper, paper是纸的意思, 还是跟电, 就是电传, 传真的意思, printer是打印机, 看明白了吗, 继续, 再来telly type, 传到打, 牛给你先记一下, 这我们词根155的, 牛不用着急啊, tele photo, 我说要讲都得讲, 到讲全嘛, 这牛不是吹车, 是做出来的, 也不是做出来的牛, 实力是做出来的, meter是测量的意思, 远程测量的, 这是给你一部分, 最早的这个版本呢, 是我按照两万次比较筛选的, 筛选这么多, 但是六万次比较肯定可以比这个多, 对不对, 对啊, 规律这么来的嘛, 所以我就说过, 这门课程是最强大的课程, 实际上最强词汇速记, 你们应该找不见, 比这更强的词汇速记了吧, LON名字或者随便一拖着来, 有的, 我市面上词汇速几乎我都有, 词根池的数, 一个词根拓展到, 一个词根拓展到35个单词, 到42个单词, 是我见过的某本词汇书上拓展的最大量了, 那我们现在随便一拖展又一两百, 多了之后两三百, 四五百的往上走, 那很正常对不对, 太正常了, 见试的, 还同理可证, 写个键上, EO是联字符, 所以要我做就做到位, 老师我按编这个词汇的标准是按照词点几辨的, OK, 时间差不多到了,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面, 因为明天开端要讲这个单词, provide, 跟上面这个单词, provide, improvide的一个绝对区分, 那么先到这里面, 我们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的话呢, 总部那边就把时间改回来了, 9点一刻上课, 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有变化的话呢, 助教应该会在你们的群里面进行通知, 好, 今天先到这里面, 晚安同学们, 我们明天晚上再会, 明天晚上再提个诉, 这个单词现在经常已经讲不完了, 那要求特别高了, 晚安同学们。 好, 接下来我们双节课的重点内容, 今天讲一个很重要的单词, provide, 跟上面一个单词, 叫做improvise, 先请大家看一个小片段, 大家来体验一下, 为什么叫做记性, 为什么叫做提供, 在一楼上? What is it? You? What did you tell them? I told you about it! What are you blattering about? Customers are asking, 但它是新的 我会说的 你会说的 我会问的 我会问 这是 simple 就把我们做的一个不错的 recipe 我们没做到一段时间 他们知道你的东西 他们像 要求饭 从 Linguini 很多的客户 喜欢这些乳酱 我会说 会我们做的 非常好 如果是Linguini 他们要 就知道 Chef Linguini 有什么特别的 什么特别的 off-menu 嗯 哦 然后不要忘记 它是Linguini 现在是你的机会 让你尝试 有什么特别的 Linguini a forgotten favorite of the chefs sweetbread a la gusto colette will help you we chef now hurry up our diners are hungry are you sure that was if he was a disaster gusto himself said so just a sort of challenge your wedding chef needs sweetbread a la gusto sweetbread protein a seaweed salt crust with cuttlefish pentacle dognose puree gouille duck egg dread white fungus and chili littorish sauce i don't know this recipe but it's gusto so lalo we have some veal stomach soaking yet yes veal stom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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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al stomach